第30題,一個半圓柱狀的透明玻璃 AB線段為其橫截面、半圓形的直徑 O點為半圓的圓芯 若有一條光線由CO至空氣中射入此玻璃柱 入射點為O點,如圖所示 則下列合者為光的折射路徑 那我們感到折射的時候,首先看到折射定律 入射角、折射角比較小的代表光束呢? 比較小 而我們背過我們光束的大小是真空大於空氣大於水大於玻璃 所以從空氣進入玻璃的時候,光束會變慢 所以它的折射角要比較小 而我們又強調過了 如果我們是垂直入射的話 那我們並沒有折射的現象發生 歲月上教過我們 如果是通過圓芯的半徑 一定會跟他們在圓周上的切線互相垂直 所以我們從CO進入到玻璃之後呢 我們的折射角要變小 然後呢,是到這裡的時候 因為我都會跟這個切線垂直 所以我不會有折射現象 因此會直直的射出去 因此我們是前面這一段呢 要 折射角要變小 然後後面這一段呢 要直直的射出去 沒有折射 因此看到圖示之後 我們發現B選項是對的 第三次提問我們說 折下列合者為光的折射路徑 我們答案選的是B 我們答案選的是B